这个事情啊 古代有 现代也有 在04年啊 我们第一次啊 我们敬老和尚 叫我去日本京都光明寺啊 那么办这个 江义智老师的画展 在光明寺办了9天 第一变相土 这个画展 那么我们第一天啊 这个之前去准备 第一天啊 这个展览 展出之后 第二天我就到 东京 来讲京了 我想9天啊 我这个可以讲6天 那么 可以讲这个 第7天啊 第8天啊 再回到京都 那第9天就圆满了 画展圆满 那么当时啊 我也台湾组一个团 很多同修去参加这个 画展 那也跟着啊 我 到东京 那么那天啊 这个中午啊 这个东京京中学会 那个版本会长 请我吃饭 那因为我们同修啊 他们是团体的 有旅行社安排 在另外一个地方吃 那么我们有做这个 第一变相图的光碟 那个光碟呢 还有配那个日语的 配那个日语的 在京都光明寺 展出9天啊 那个日语 第一变相图的光碟啊 也流通了1万多片 很多老师啊 带那个学生去看风月 都要经过光明寺 都要去看这个画展 流通了1万多片 那么他们有多带一些呢 到东京来结员 那天中午啊 去一个餐厅 那个餐厅 一个老板男的 是日本人 那个女的老板是台湾人 他们两个合伙啊 开一个餐厅 那他们就去那里吃饭了 那吃饭呢 给他们订宿灾 那么这个女的老板啊 听说是台湾来的 那有特别亲戚啦 他说他也是台湾 是台中人 他们听到之后呢 就把这个 第一变相图这个光碟啊 给 给他讲 但是呢 结缘啊 不管马上送给他 怕人家不相信不接受 就先问他啦 说这个有地义啊 你想不相信 他相信了再给他 不相信了就 不敢给他 给他他也不要 那么我们同修啊 这么一问呢 他说我相信啊 他说我自己还亲自去过地义啊 大家听了就 那这个你去过地义啊 那你来讲给我们听一听啊 是怎么 地义怎么一回事啊 他说在二十年前啊 他二十几岁 那个 那个零四年 那个老板娘是四十几岁 一个女众 他二十几岁的时候 他说有一天啊 他就忽然 昏迷不醒 他说躺在床上啊 整整躺一个月 都起不来了 那起不来他去哪里呢 他的神事啊 他说去参观地义 他看到地义啊 那个喔 那个血啊喷出来 非常非常恐怖的 当然啊 我们没有亲自见到啦 我们体会不到 但是他讲的啊 是他亲身见到的 他真的看得非常非常恐怖啊 当他很恐怖的时候呢 后面呢 有一个手给他拍个肩膀 他说你看就好 你不要怕 后来啊 一个月后呢 他的又还魂了 又醒过来了 他醒过来呢 这个地狱的景象啊 那历历在墨啊 这个 实在讲啊 说心有一迹都很难 形容那种情况 所以他讲啊 他那种 出请过来啊 人还不是很正常 他说 经过半年之后呢 才慢慢恢复正常 啊 啊 所以讲到地狱啊 啊 他说他 一定相信啊 自己亲自看过 啊 所以我们那个同修 那个地狱变相图啊 那光碟 我全部送给他 那个佩瑞儀的啊 给他去跟日本人结缘 啊 所以这个事情啊 我也看过很多 啊 这个老板娘啊 我是听同修讲 因为那天中午我没有去 跟他们一起吃完 那个 会长啊 单独请我去其他的餐厅吃 啊 后来我说 那老板娘找来 我亲自问他啊 啊 那么问他呢 这个 他就给我讲出这个 经过了 啊 我们要回到京都啊 他那个送那个盒饭啊 送到那个电车站给我们 然后就跟他问了 啊 证实啊 这种事情